《三个中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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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令我震撼的新闻 就是自称中国间谍的男子王立强 逃亡去澳洲,亦接受媒体访问 说他曾经做过什么 你问我,他一定不是第一个被抓的中国间谍 但你问我,如果是外国政府 如果这个间谍很重要 就一定是把所有东西才出来 这个应该是被抓了一段时间 所以有些人说,这个间谍出来爆料 肯定很多人就要下雨收齐 说真的,如果这个间谍一失踪了 我是中国的间谍情报网 就已经知道,已经做了很多事 不用等那个报道出来 他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间谍,如果说的事是真的,都挺厉害的 首先,他有些事是不能骗人的 因为他接受访问时,他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任职 亦协助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有收购过其他公司 另外,他说他参与过很多的间谍活动 包括什么呢?他说他主要是渗透香港大学的运作 去不同的大学,渗透学生会、团体、利用奖学金 其他一些基金招募内地的学生 他去收集和支持港独有关的信息 有在2015年参与过绑架的林荣基事件 令到香港有些书章失踪,跟他有关 他亦都参与过台湾的选举渗透的工程 你问我,首先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止他,因为我记得以前很多北韩的间谍都是这样的 投赶到南韩,个个都是尖士邦 这个有关他事,那个有关他事 以我对于,我不敢说我知道中国的间谍系统是怎样的 但以我们对于中国情报系统的形式 你也要知道,他们的分工很仔细 每一个人只是做一个特别的任务 他27岁就做这么多事 你想想,他牵涉到香港有关他事 台湾有关他事 绑架有关他事 那些操控媒体有关他事 大学心体有关他事 真的只有尖士邦才那么厉害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这件事 以我们所知,中共的情报网络 我不知道间谍是怎样的 是很分工得仔细 收封就是收封的 收封就要几点收封 收封之后再比对一些情统 其实他有没有必要说自己所有都自己参与过呢 我告诉大家 他主要会说,我知道他有做过这些事 你问我就是 我这个最大的质疑就是 通常间谍当然要吹到自己这么厉害 提升自己的价值 也不要说是否庇护他 庇护了他之后,会不会给他更好的好处 或者更加高的安全保护他 所以你便一定要说到所有的事都是你做的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 首先 当年的时候,很多年前 美国政府曾经 打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将所有的日本人 捉去集中营 他的理由就是 所有日本人都在间谍 所有都是间谍 是所有 which is true 其实这个状况就是 也有知能来说 所有中国人都是间谍 是 就是这样说 因为他们来得香港 或者来得很多地方 你必然有一条线跟着 你其中和那条线 吃饭喝茶喝水 香港怎样 你会有责任 将你自己所知道的 告诉他们 可能他有些事叫你做 帮忙 那些 可能叫林荣基那些 可能 我访问林荣基那些 可能林荣基那些 他说 不如你上去看看 看他买什么书 就是这样 可能会有 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很mine的 事情会去讲一讲 你有没有帮衬过 同楼湾书店 就是会这样问他 或者知道 就是 很多很trivial的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 中国的 中国的国安系统 应该是全世界最大 人数最高的情况 没有下来 他从来都不论识 论识这些事情 究竟他能做了多少事情 实际上有多少 实际上不敢肯定 我知道人家说的习惯就是 每一个在中国 在香港的中国人 或者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 都是 间接你 如果在这个好情况 就像之前所说的 邱文杰 邱文杰 可能只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但问题 他是有责任 反过来 就是 早派有一个日本教授被拘捕 其实很多加拿大人被拘捕了 其实他心里 就是 所有人都是间谍 随便拘捕 确实拘捕 这样说 你不能说他不是间谍 他做那个教授 他可能 只不过他要做一个报告 做一些地理报告 或者做一些什么报告 然后那个报告 会给他一份人问他 他给他一份政府 他来说 有间谍 有几样东西很容易做硬碟的 从来就是传道士 大学教授 传媒 传媒 这些基本上在中国 糟了 我有靠手又出 很大力的 很大力的 因为你是有那个 斯文郑说他是不是 嫖妻那件事 更加值得讨论的就是说 之前那件事就是因为 香港的运动的关系 所以他是英国 代表英国的身份 所以值得 但是这个 就是你无端端 你觉得无端端 他会自己投奔 怎样撂了那么多东西出来 其中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 同一个 就是那个timing 是敏感的 就是他其中一样东西 他在一个CV 里面有份参议 就是说他在韩国鱼那里 对不对 现在一直近台湾 就是如果我想一个timing的话 他自爆 说出来的话 会有些什么受影响 就是为何选择这个时间做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 唯一想到的就是现在 快来12月 很快就过多个多月 就在台湾选举了 他说出来说是 韩国鱼是 就是他一直有支持的 就是内地 我觉得 这个角度是 就是如果 觉得他说到自己这么厉害 说一堆东西 然后放这件事下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是不是 其实是想 报这个新闻 就是说 原来台湾选举 间谍 就是中国一定有 有参与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东西呢 这个时间 我看观察 我始终这件事的观察是什么 美国政府拘捕的中国间谍 和这个自首的中国间谍 是两个不同形象 美国拘捕的间谍 每个都是拍一张死人照 很惨的 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都是商业机密 军事机密 他真的是间谍 你还真是间谍 你看这个就是刚才凯文和我说的 是 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 只有间谍电影的间谍 样子是这样的 真实间谍的 每个都是这样的 死面如死灰 我昨天看电视的时候 除了那些赛照之后 背景的音乐 也有神秘 像ISIS 加上一部的音乐 像千字方拍戏 令我觉得这件事很人工 你问我 如果这个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价值 他不会在澳洲接受访问 应该被人夹回美国 如果你去澳洲接受访问 他说澳洲继续了 都是 你想想我是美国CIA 如果这个人真的很重要 接触过这么多秘密任务 我当然是先拿回美国 去澳湖一轮 你就算是接受访问 我都觉得应该在美国接受访问 你在澳洲接受访问 可能CIA已经查过他的背景 你可能是间谍 但就不是我们最最高级的人 你实际上太看消澳洲了 虽然是应该的 但问题实际上太看消 澳洲不可以 我刚才有讲过他的剧照 他说他有个南韩护照 这些是很看戏的 我有多个户照 电影包装 和我认识的所谓的间谍 尤其是美国政府逮捕中国的间谍 感觉很不同 这是一件事 我都明白 等于我们那些抗争者 私底下我们不会公开说 这件事就是我做的 其实也不用说 黑社会也是这样 补充银行专业 我也有份帮忙 这个感觉是这样 但当然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的想法就是 觉得要观察就是 你没有听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中国的间谍 是向西方自首的 为什么会无端端有一个这样的间谍 我会想法就是 现在这一刻 中国和以前的中国有不同了 令到有些事情发生了 或者环境不同了 令到有些原本的间谍 没有动机要去投成 现在也出现了 我自己推测 看看你们两个怎样看 我推测就是 这些间谍 他说的是什么 中国创新投资 他也有大把钱 如果我是一个间谍 我有很多钱 我真的没有必要去投成 因为投成的原因 只有两件事 要是和你钱有关 要是和你的命有关 如果一直都说 他不是因为做了AA 就是AA agent 又或者出卖了中国 他不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是和钱 或者真的和命有关 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打贪 又或者扣起了 很多中国员工的人工 身家财产 令到他要这样去做 但有另外一个 再阴谋论一点的想法 就是说 他会不会其实是 收了对家查例 是怎样 专专做单 其实可能他听听了 因为他说出来的东西 都是大家都知小传 会不会是专专包装了 那也对 因为这些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知道的新闻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故事 他也有一个背景 他也有什么董事的背景 是不是无端端有准备收了对家查 但我们现在知道很多 那些董事经常被人扔到街上 自杀 然后又被人夹回去坐洗头厅 会不会这件事 反而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董事 董事都可以几极的一个月 董事都没有大家介绍 董事 董事 你问我 如果我最清晰的 可能他只不过是另一个 中国的富商 现在常常说要用送中条例送他们回去 他现在又要离开 但他又想不到一条条 怎样可以庇护得到他 他将他所有的新闻 加上他那个 你想想这些东西 你怎样追求到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你有渗透过那些什么学生 你有绑架林荣基 有份绑架 有份绑架 可能是有提供的资料 可能只不过把所有的新闻 我找到一个例子 这是很仆街的例子 就是说完 不好意思 例如有些大学的讲师或教授 可能听不到或什么 或者结束了职 然后就被迫害 然后就被迫害 是否类似你 你还未知 我反正都是要投奔西方 我又要确定自己会被庇护 可能有做少少的 但不是那么厉害 我不可以说我的身家 是为了补助我的身家而走过来 你可能会变什么 你送我回去怎么办 我将所有他听到的新闻加码 就变成了间谍故事 再找那些 这些人一定不少钱 可能他有做少少的 他找一些形象 那些造型 帮他拍摄自己做 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就是现在人们的报道挺极竭 他说什么惊天大新闻 又说这个真是中共的致命打击 但我看回那些材料 全部都是我们知道的材料 然后他说每个材料都有参加 那种感觉就好像网上 那些人吹嘴就说 这件事又我有份做 那件事又我有份做 郭文贵也未算致命打击 郭文贵也有多一些事 我总是觉得 虽然反共也好 撑共也好 你看东西如果抽离一点 你真的不可能不觉得这件事是有警棍的 因为一个很不像间谍的间谍 所有你们听回来的新闻都关他事 然后你就觉得这件事是等于对于中共一个很大打击 我想如果真的有重大打击的话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 就是说譬如说会不会 譬如说我以前看的新闻 好像说是在美国有些CIA 如何被人逮捕之后 就在那个区域的整个起底 如果他真的有些资讯 整个有个名单 譬如说哪一个是间谍的 如果真的阻挡 我和你当不好 这个在黑社会术宇来说叫海底 曾经是过最大事的一个被夹了整个海底 那个就叫李登辉 李登辉就是起了整个海底 所以整个台湾的电网是中国的被人起上 所以台湾斯林报道 但李登辉他起了一个其实不是中共的 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统治 所以属于共产国制 所以大家经常以为李登辉是中共的 很多人会知道是中共的成员 其实他不是共产国制成员 因为台湾在共产国制的编制是不属于中国的 是属于苏联直接管的 比较近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因为早前有个香港人 前CIA做Double Agent被人逮捕了 原来这个Double Agent 就累死了在中国的20和俄罗斯 20多个美国间谍 你觉得这个人是否真的重要 你看多一两个月新闻 有没有一大堆中国间谍被人逮捕了 我就觉得这个最好就是决定 他究竟是坚定 坚坚决决定留间谍的比较 因为你参与这么多东西 你没可能不懂得一大堆中共间谍 然后被人交了名单 被人一望打尽 就是这样 这就到这里